男女的思想有别,这也是一个矛盾的问题 思想男女有别,男生较理性,女性则是情职重 当情断了即可变成男而生 这个男重啊,在思想上,他比较理性 这女重啊,在思想上,他情职比较重 所以就因为有情,他才若理而生 你要呢,能够提升你的理性 那呢,你就这个生男重生 所以本质上,我们经常有人这么说 你重了要多修几百节 这本质上这几百节,也就是在断你的情 你的情一断,转男生就很快 在活法来论就同性念 是天大的一大笑话 这个宇宙万物之间 阴阳调和本是自然 那你把它一个阳阳,把它一个阴阴 那不是颠倒吗? 心经里面说,远离一切梦想颠倒 那你往颠倒的上面去 那你说你还有智慧吗? 所以本质上,同性念者也是思想的问题 他在入胎的时候 就迷在他父母的过去的供业里面 出胎之后,在成长的过程 思想又做了一个转换 心里面的矛盾 这矛盾之后,才产生这个阴阴阳阳 同性念是往颠倒之处去 同性念者也是思想的问题 入胎的时候,明在父母的供业中 出胎时,思想又做转换,形成矛盾 矛盾之后才产生阴阴阳阳 十方新闻胡佳轩,曾谦俊平东采访报道